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身為焦點帶來看到的是新北市新莊 在昨天晚見的時候 圓民65歲的小黃駕駛 載著乘客從爐中一路來到了新莊 沒有想到就在行進中港路的時候 突然傳出碰的一聲 不只嚇壞路人 也是嚇到了乘客 但是這一撞 三輛機車是全倒在一旁 而其中一輛還是公寓警衛的機車 但最讓被害人傻眼的是 司機當下竟然是肇事逃逸 氣得他立刻報警處理 馬路上計程車經過 路人用雨傘示意 要小黃停下來 但他們不是要搭車 而是要告著對方 你撞到機車了 看當時現場照片 停在公寓大樓外頭的 一整排機車 幾乎都橫倒在馬路旁 當下監視器沒拍到的 就是小黃撞上機車的瞬間 但巨大聲響都引起民眾注意 事發地點就是在這個停車格 當下有三輛機車被波及 而其中第一台被撞的 也就是警衛的機車 好好在裡面工作 竟然被撞 還被肇事逃逸 立刻報警處理 新北市新莊中港路10號半夜11點多 當時65歲的黃姓駕駛開著小黃 車上還有一名乘客 根據郭姓男子的說法 當時是從盧州上車 一路到了新莊 就突然聽到碰的一聲 摩托車被司機撞倒 但當下對方很淡定 繼續開 儘管一旁還有路人提醒 但他都當作沒事 事後警方獲報 立刻到場處理 警方以通知黃明答案說明 並依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2條告發 肇事小黃貢成 當下真的不知道 已經撞到了機車 但由於駕駛肇事逃逸 違規事實明確 被交通分隊舉罰 再怎麼變都得負起責任 介州與領事大採訪報導